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金铜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母亲的晚期肺癌和带状炮疹 神奇迅速痊愈 创造医学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救了母亲的命 救了我的家 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 拿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金刚菩萨 摩合萨 感恩恩师 卢君洪师父 尊敬的各位同修们 大家好 我来自中国 学佛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享乐派 一边拜佛 一边顿顿鸡鸭鱼肉 海鲜 乐中于逛街买奢侈品 每年去大寺庙 请法师为我做好几场法事 祈求各种人天福报 但不懂佛理 没有师父指点 不知如何修行的我 各种迷惑颠倒 很多贪求也未能如愿 虽然风衣足实 但内心迷茫苦恼 总也找不到究竟解脱的办法 2013年收到心灵法门的书籍和光碟 看了光碟后泪如雨下 赞叹居然还有这样的师父 当晚梦到师父让我念诵八十四张小房子 随着一波一波超度梦中的药金者 身体状况明显转好 青春痘越来越少 工作越来越顺利 人也精神起来 这是多年来信佛 拜佛 从来没有过的收获 2014年香港法会拜师时 师父灌顶的时候到 要坚持争取一事修成 一句话彻底点醒了我 原来一直寻寻觅觅 正是在等待着这个时刻 我终于有了师父 真正的修行才刚刚开始 2015年的3月 母亲正是59岁 一直噩梦不断 甚至梦到王妇躺在身边 母亲突发腹痛 昏厥倒在床上 去医院检查 胃癌4708油转移 胃三处穿孔 需要紧急输血 并马上安排手术 这一结果犹如晴天霹雳 母亲从我六岁开始守寡 从小对我宠爱有加 我不能没有她 没有她 我变成了孤儿 没有了家 我过去在佛台前 哭得泣不成声 哀求菩萨慈悲 救救她 我和母亲当即发下大院 我将修行以来 三分之二的功德转给她 母女两人 终生吃全素 我吃全素的功德转给她 终生戒杀 放生十万条鱼 念诵一千张小房子 当年完成 好了以后 献身说法 同修们 公道用识 方恨少 觉得自己 学佛了 也念经了 可到了生死无常的关头 那一点点功德 根本不够救命呢 我每天早上五点 开车去批发市场 救度一车 刀下鱼放生 去医院送饭 再去上班 并每天帮她念诵小房子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一夜长大 我是母亲的靠山 而观世音菩萨和心灵法门 是我们全家的靠山呢 这时候 师兄们也紧急住园了 七十一张小房子 手术前烧完 并陪我 大量放生了一万条以上的鱼 手术那天 我在手术室外 抱着弟子症 哭着念大悲咒 同修也在家中一起助念 结果奇迹出现 胃切除四分之三 淋巴无转移 低分化胃癌第二期 医生也很震惊 比手术前的检查结果 好转太多 不可思议 母亲也梦到垃圾车倒垃圾 还梦到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一起来到梦中救度 有好多的冤亲载主在拉他 师父穿过重重障碍 把他带到空中 并教他飞行 术后 医生执意让他化疗 我想让他六月去参加香港法会 并且拜师 发言说把化疗的钱全拿去放生 放生到五万条鱼的时候 母亲的病情一路好转 没有化疗顺利出院 到香港法会成功拜师 并且在法会现身说法 从法病到法会回来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所有的检查指标 全部恢复正常 直到今天 三年过去了 家里各种检查报告一答 全部显示 癌症康复 全部恢复正常 2017年 母亲去主刀医生那里复查 医生看了他当年的检查报告 又听说他没有化疗 对他说 你还查什么呢 好吃好喝就行了 查让自己难受 然而 十几项 CT B超 胃镜 血液检查 全部正常 医生也大为震惊 说他很幸运 其实我们知道 没有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母亲的癌症 不可能神奇痊愈 虽然母亲已经康复 但是绝对不能有一丝懈怠 母亲这三年来 一直坚持 每年至少放生 一万条鱼 大量念诵小房子 坚持现身说法 并度人 连续住员 参加法会 身体越来越好 2017年 欧洲法会前 我突然梦到 母亲的药金者 需要33张小房子 醒后收到母亲发的图片 说腰上长了密密麻麻的泡疹 又疼又痒 医生说 是带状泡疹 需要马上入院治疗 网上一查 带状泡疹 俗称火龙蝉腰 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 一旦侵入神经根处 神经系统 将受到永久性 不可逆的破坏 来到巴黎参加法会 素不相识的法国同修 听闻之后 自发的为我们结缘了很多小房子 还安排师兄带去看急诊 擦了几天的药 不见好转 却在烧送33张小房子 和擦了贡菩萨的大杯水 当天 神经性的疼痛 神奇消失 泡疹明显缩小 又烧了28张小房子 泡疹全部结痂 变身 大为好转 回国后 医生说是带状泡疹 不过已经好了 不需要再治疗 我和母亲深深明白 这也是业障所致 如果不是在法会 一下子烧送61张小房子 十分难缠的带状泡疹 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内 神奇康复 又一次的验证了 经文组合 真的是量变 达到质变 紧急的时候 几十张烧下去 马上见效 肉体病需要医治 灵性病只能靠学佛念经 靠菩萨的加持 才能治愈 同修们 我母亲曾经生患 那么凶险的绝症 都能够奇迹般地迅速痊愈 全靠菩萨的加持 和同修家人们的 一路保驾护航 学佛让我的人生不再迷茫 灵魂有了方向 每一次弘法 看到人间的苦难 就想起师父说的 要让全世界 所有的有缘众生 都会念大悲咒心经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会明白 这句话承载的 就是菩萨的慈悲大爱 一定要紧跟师父的步伐 念经还债 修心修行 积累功德 因为当关键的时候 紧要的关头来临时 只有自身的功德 才能救命呢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君红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悲 感恩大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